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乌镇看戏,衣服图案火出圈,原来喜好都写在衣服上。 没想到,我们的王一博这么简单明了,自己的态度喜好都通过衣服在表达,果然是有自己的特色,不愧是酷盖。 这几天的乌镇,因为戏剧节的举行,格外的热闹,人山人海,话题不断,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博的出现,让偶遇成了这些天乌镇的焦点。 娱乐圈中明星扎堆,却在王一博的到来后,引来了小高峰,偶遇王一博的经历,都被各种传播,好多人都在羡慕中,不少人听说后,蜂拥而至,就为邂逅王一博。 好多分享中,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私下的王一博,原来这么低调可爱,曾经的裤盖,在画面中,却乖得像个宝宝,没有明星的光环,素颜出镜,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。 扎着毛,撸着头发,啃着手指,抱着咖啡矿泉水,哪怕被拍到,也不会拘束,会对着镜头看,也会压低冒言。 每一次出现,王一博都会悄无声息,喜欢他的人不是直勾勾盯着他,就是各种拿着手机狂拍,各种角度下的王一博,哪怕再低调,都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。 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气场和吸引的人的地方,没办法,这次王一博穿衣,可谓是火出圈,很有自己态度,也简单明了。 有网友分享拍到王一博看戏的画面,身上的黑色T恤,背上的图案格外显眼,分享后,火速被网友给扒拉出来。 原来是一件印着打高尔夫的图案,特别是上面的一段话,Only the fanciest of young men play golf。 意思就是,只有时尚的年轻人才会打高尔夫。 都知道王一博今年爱上打高尔夫后,就会抽空去练习,被不少人偶遇后分享。 原来王一博这么简单直接,虽然不喜欢表达,可是他喜欢的东西,会直接表达出来,通过自己的穿衣风格再传递。 纵观下来,好多人开始考古王一博的各种衣服,喜欢上滑板,爱上了大胯裤,收敛起来的大长腿,T恤上各种字幕图案,都表达了他的爱好。 还记得The Dancing Kid吗? 在我的世界首则的舞台上,热爱跳舞的他,那叫一个酷炫,歌曲中,我的世界不退让,我的舞台无庸置疑。 还有早期的时候,喜欢上大摩托,那个时候的王一博,衣服上的都是围绕着大摩托,各种语言都写在衣服,可见当时的他到底多喜欢大摩托了吧。 这么干脆直接的性格,一直都没有改变,喜欢都会表达出来,不需要语言。 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,通过穿衣服的文化,来传递自己的态度,突然发现他真的很前卫,难怪这么多年轻人都喜欢他。 人不红时身边全是恶人。 王一博全年无休拼死拼活,却受尽委屈。 王一博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演员、歌手、舞者和赛车手,他的颜值和才华让无数人为之倾倒。 但你知道吗,他在走红后所面临的困难和不公平待遇,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 他是如何在娱乐圈中坚持自我,不断进步,最终成为顶流明星的呢? 今天,我们就来揭秘王一博的职业生涯,看看他是如何从被忽视到被追捧的。 王一博出道于2014年,当时他是乐华娱乐旗下的一个小组和UNIQ的成员之一。 他们的首张专辑EOEO在中国和韩国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但在国内的知名度还不高。 有一次,王一博参加了一个签售会,正准备和粉丝互动时,突然有一个黑粉冲过来,对着他泼了一身的红色油漆。 王一博当时只有17岁,被吓得不知所措,只能低头擦拭自己的腿部。 这个画面被网友拍下来,引发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愤怒。 现在的王一博意义生辉,但以前并不受重视。 他曾经多次遭到主持人和大牌明星的冷落和忽略。 比如,在2015年的某颁奖礼上,颁奖嘉宾将UNIQ组合的五个成员的名字都念了出来,唯独漏掉了王一博。 王一博当时只能迷茫地左右张望,心里很不舒服。 又比如,在2016年的某活动上,王一博随团队一起上台,但由于不小心挡住了队友的镜头,就被旁边的主持人几次推丧,硬生生地拉到了一个角落里。 王一博虽然很错愕,但也只能默默忍受。 王一博在2019年因为出演了《陈情令》而爆红,他凭借着为无限这个角色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 但是,随着名气的上升,也引来了很多黑粉和恶意评论。 有人说他演技差,有人说他长相奇怪,有人说他是靠绯闻炒作。 甚至还有人造谣,这些谣言对王一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,也让他陷入了很大的压力和困境。 王一博在乐华娱乐待了近十年,但并没有得到公司应有的重视和支持。 相反,公司经常让他为其他新人打工,用他的名气去吸引流量和赚钱。 王一博虽然遭遇了很多不幸,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努力。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,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喜爱。 他在2021年成功续约了乐华娱乐,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权利。 他也在各个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,不仅拍戏,唱歌,跳舞,还参加了各种综艺节目,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和趣味性。 他还成为了很多品牌的代言人,收入暴涨。 他更是在2022年被评为亚洲最帅男星,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顶流明星。 王一博的心酸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透明到顶流的奋斗故事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明星背后的艰辛和不义。 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只要有梦想,有勇气,有毅力,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 他也用自己的魅力感染了无数人,让我们为他欢呼,为他骄傲,为他感动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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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